如何评价歌手2018第11期各位歌手的表现和排名 歌手第11期排名,第一名,Jesse J,第二名,华晨宇,第三名,张韶涵,第四名,腾戈尔,第五名,霍尊,第六名,汪峰,第七名,玉可维 说一说前两名杰石姐和华晨宇,和后两名汪峰和玉可维 杰石姐此次演唱花木兰的主题曲Reflection,一身长裙顾盼生辉,歌手排名在夺第一 选择花木兰的主题曲有点入乡随俗的意思,而且歌曲的演绎也很动情 但总觉得杰石姐一直以来选歌都相对保守,选择的都是些经典的 对国内观众比较熟悉的歌曲,缺乏新颖度,也许总决赛会放大招,让我们是慕以待 花花华晨宇平凡之路听完以后他给人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与碰撞 而且此次的改编也是别具一格,赋予这首歌新的生命 花晨宇在歌手的舞台上真的纵情释放自己的才华 每一次都能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,而且观众也十分买账 这次排名第二也是实至名归 好歌科普原汪峰这一次带来 空空如也打破了汪峰一贯的只侧重歌曲的厚重感沧桑感 而是在处理歌曲时相对更加细腻化 让这首空空如也同时具备细腻的情感又充满汪峰式的力量感 演唱里加强气息的上下浮动,让整首歌如同海浪般的前后推动 一层又一层,可惜只获得第六名,有点遗憾 最可惜的应该是获得第七名的郁可维 这期的旧梦真的很好听,可以说是这期的上层之作了 但是没想到这首歌竟然出了音频事故 郁可维自己也说,播出版本第一段program的pat音色没了 完全没有和声能拖住人声旋律 中间加入的末代皇帝第一句旋律也不见了 太可惜!难过!希望突围能突围成功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